诚会愚痴 愚痴厚起 月他多有 厉害胜负 解分尘筹 破家亡神 不顾秦厚 这段经文 课题 我们用的都是 经文上的文字 日滩亡神 请看 活跃老的记住 诚会愚痴 愚痴厚急着 以称会 称痴而读 阻长贪险 贪致痴 总是连着起来的 一个会带起另外两个 同时起作用 慧疏书也 善无相知 这个善无是贪致痴 互相自足 这起作用 直发邪语 直是强烈的 贪致痴 贪致痴的心 行淫他才 欲积自己 过云 欲积厚积 见到别人的财 认为有机会 可证 不择任何手段 来夺取 欲积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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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 就是有战友的念头 殊不知 世间任何一个人 古人 惊人 中国外国 乃至于整个六道 没有例外的 全是 业力之俗感 古人有一句话 说得很好 说一生 皆是命 半点 不有人 古人对这个话 深深相信 没有怀疑 所以在一生当中 他能够安分收起 渡过平平安安的一生 这一生来干什么的 佛讲得好 人生 仇业 过去生中造的业 这是来受果报的 过去生中造作不善 这一生就得受苦 受苦受难 不能怨天诱人 为什么呢 自作自受 真地要清楚 要明白 那这个业筹的筹完之后 阿雷也十一些种子太多了 看临终的时候 哪一个力量最强 最强的力量 会牵引你到 哪一道去受神 这六道里头 六道很复杂了 每一道都不简单 人道 人有多少种 平复归间 多少种人 出生道 出生有多少种 素不亲 无归 无归 地狱 祝天 也如是 不单 六道的业 我们每个人 都去做 就念 设法界的 第一 哪个没有 哪一个众生 阿雷也里头 没有佛的种子 统统都有啊 如果没有 佛就不能输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